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我们开始吧 今天还是从吃饭说起 今天就想讲一下这个 首先吃饭的话是 还没吃呢 所以就是说一下昨天的那部分 然后昨天的话是吃了一些那个 室友做的狮子头 对就是那种 不是红烧的 就是青蒸的这种狮子头 吃了两个 然后现在今天的话 我一会打算出去 因为材料不够了 所以就想一会出去超市买一点 然后应该会去吃牛肉 然后再就是沙拉 然后最后还有饭 大概就是这些东西 最后还要看超市的情况 所以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 大概就是准备吃这些东西吧 然后再说一下这个今天想聊的东西 今天我想讲一下 关于这个熊猫快餐 其实就相当于是 就是在开在美国呀 还有世界很多其他地方 应该说的美国首创的吧 或者其家的 这样一个快餐的这个体系 对在中国现在是没有 中国因为这个创始人的话 他是说过不在中国开店 对所以说这个快餐的话在中国是没有的 然后我想主要说一下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点 就首先这个快餐是 现在我以前就实际上是去吃过 然后这个 而且尤其是上学的时候 就尽量会去吃一点 然后一般是在 就是和同学一起去的时候 我自己的话就是做饭 但是和同学一起的话 会去吃这样的快餐 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家聊聊天什么 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情况 然后这个熊猫快餐的话 我觉得他以前 我是没有从商业的角度上去思考 我只是有一些这种 怎么讲 就直观这种实用的这种体验 或者作为一个顾客的这种体验吧 但从商业的角度上去想 这个思考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确实做的有几个点是比较有意思 而且值得分享一下的 就是一个就是他这个熊猫快餐 他在开店的时候 他在做那个味道的时候 其实他重点是做味道 他是相当于要去做一种本地化 就是要让适合外国人的口味 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点 如果不能适合外国人口味 他就很难发展起来 就比方说如果真是做 像留学生啊这样的群体 那他就很难发展起来 对吧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他是重点把什么样的中餐 是能够适应外国人的口味 这个问题做的比较透 我觉得是做的算是比较透的 那么什么样的味道呢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酸甜口 就像那种糖醋里肌那种味道 这样的这种味道的话 其实是比较适合这个 就是这种所谓的外国人吧 就是说像欧洲啊或者美国人这样子 为什么这个味道比较适合呢 其实这个我觉得他这个根源就和比方说 他们很早以前像德国 对吧 就一八几几年就 就起来一个叫那个 番茄酱的一个企业 那个这一套就说明 其实很多的饭 还有包括汉堡汉堡包 对吧 这些里边他其实都有这种 会放一些西红柿啊什么 其实他就是加一点这种酸味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快点 比方我忘了那个 另外一个叫什么 反正就是那种像那种 比方说我们吃那种三文质 里边他有些时候 还会放一些或者额外加一些这种酸黄瓜 那种小的酸黄瓜 他其实也是为了加这个酸味 对所以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 他对这个问题看的比较透 所以他在做饭的时候就把 像这样的做给他的一个主体 然后其他的再俯一些别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西兰花西兰花他也会经常拿出来 因为在就是 尤其是在这个西方的文化里边 尤其是美国的这种文化里边 西兰花的话是经常是就是 作为美国人或者说作为一些欧洲人 很多时候小的时候会吃这个东西 就家长会说那个西兰花好呀 你要去吃呀 什么之类的 因为西兰花便认为是营养好 所以说虽然可能味道不怎么样 但是都要吃 而且在沙拉里边是非常常见 对这个是一个 他对这些东西都研究的比较透 所以他这些食材和一些本地化 就是说这个味道上做的都比较下功夫 这样对当地人就比较容易接受 这是第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点 然后第二个比较有意思的点 就是说他的这个供应链 什么叫供应链呢 其实就是如以餐馆为例 就是说我怎么样去处理我的这个进货 对吧 我这个菜今天是要买多少 然后多少剩下 剩下以后这剩的东西怎么处理 是把它扔掉呢 还是放冰箱 然后放冰箱要放多久 对吧 这些问题很多都是非常实在的问题 然后这些东西的话就直接的会影响了一个餐馆 它最后产生这个食物它的一个稳定度 就比方说我去一个餐馆吃饭 我不愿意说今天去吃是咸了 然后明天淡了 对吧 这个东西如果说它有这个变化的话 就很容易影响这个用户的这种体验 或者顾客的这种实用的这种体验 那这样的话长期而言大家就不愿意去你的地方吃饭 像比方说强垫那种星巴克的咖啡 它其实就是在这个稳定度上就做的比较好 因为你作为一个快餐的话 你就要能够有一定程度上要标准化 也就是说什么样的味道是在其他地方其实都是比较一致的 那这样大家就去一个新的地方 也可以去吃哪个东西 而且大家心里就不会有太多这个顾虑 或者换句话说 这个我比方说我们两个人一块去喝杯咖啡 那去星巴克 那我就基本保证它这个不管好喝难喝 它那个味道是在一个预期范围里边 但如果我去随便去了咖啡馆 那万一这个不好喝 那这个就影响这个一起去比方说聊天啊 或者这种一块去的人的心情 对吧 这个很多都是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 就是说去怎么样去控制它 而且另外一方面还有在成本上的因素 你如果控制的好的话 比如说别人用一点料就得扔掉 但是你控制的好 你就可以在保证这个味道情况下 尽量多的把这个料留下来 然后可以增加它的复用 还有这个很多就是比方说这个菜要多长时间 你就要比方说要扔掉 对吧 这些很多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东西 而且是都需要进行很深入的思考 一般一个餐馆其实开不大 最大的就是在这个供应链的问题上 最大的问题啊 就是供应链的问题解决的不好 它那个菜不稳定 但如果你菜真的是非常稳定的话 其实是就是时间长了 我慢慢还是会有一些顾客的 就是从这个时间的跨道上讲 然后是第二个我想说的比较有意思的点 然后第三个比较有意思的点 就是说它怎么样去做这种市场营销的 因为市场营销的话 像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像这个熊猫快餐 为啥用熊猫对吧 就是因为大家尤其是在当时 中国搞过这种熊猫外交 然后所以说在这个很多人这个心里边的话 就是中国和熊猫这个关系 是比较密切的 就是这样对于它来说 它去用这个熊猫快餐 那一下大家知道啊 这首先它这个中餐馆对吧 然后其次的话 这个它是做快餐 那我就知道这两个东西 我就可以去做一些尝试 然后就降低了这个成本 如果它比方说它要是讲一个什么桂林快餐 对吧 举个例子 那别人不知道什么是桂林的话 那就不知道你这个到底是中餐西餐 还是说什么日式料理 还是这个就是分不清嘛 那这样就大家这个心态上讲就是 或者用想法就很难去说啊 我要比方说我想吃中餐 那我这个到底是不是中餐 那就产生怀疑了 最后可能就不去了 对吧 这个很多都是问题 都是比较微妙的一些影响 然后这是一方面 还有像它这个 嗯 做这种 市场营销另外一点 就是它 很多时候就是去 对一个 整个这个品牌 它在建立的时候 它就尽量会去围绕这个 美国梦来讲它这个品牌 美国梦就是说 那种简单来讲就是白手起家 对吧 美国梦就是说移民 大家的移民和现在这种反移民这个是很大差异 就美国梦其实是支持移民 换句话说就是说 哎一个移民来到这个地方 那他啥也没有 然后我就白手起家 我靠自己的努力 然后就成功了 有点类似于中国那种创业那种提法 就说啊我们要先去创业啊 或者宣量一些马云啊 怎么经过这个20年创业什么之类的 就这个东西其实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谈那个点 而且他除了做这些以外 他还做大量的这种慈善工作 其实这个都是他一点一滴 就是跟着一起做 因为你做慈善 你就会相当于花钱 然后提升你这个名声和知名度 大家就会对你这个品牌有一些好感度 有一些认同感 觉得你好像不是那么邪恶 以前我讲过这种资本的话 他从这个文化里面 很多时候有时候就会把这个邪恶 这件事情给连在一起 就什么资本家就是邪恶的对吧 很多时候宣传就是这样宣传的 所以说你挣钱 但是你不去做慈善的话 你这个长期以来民生就不好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客观上也是说 你要想做大 你甚至想做的长久的话 就必须要去做一些慈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然后今天的话 其实就讲这么多吧 就简单的讲一讲 这个我对这个熊猫的快餐一些看法吧 其实这个东西它有很多的一些细节 我觉得最主要的核心还是说 就是前面刚说的这几条 就是我是觉得最有意思的 或者最值得讲的东西 就分享这么多好吧 拜拜